新聞陳秋華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相帶您關心 最近發生中國級快艇 在金門翻覆事件 導致兩岸情勢升溫 美國政府呼籲各方克制 不要片面改變臺海現狀 並且敦促兩岸展開 有意義的對話 我方國防部則強調 國軍的原則是不主動介入 不升高衝突 但是會做好衝突支援的準備 中國快艇翻覆兩死事件延燒 十九號驚嚇郵輪 更遭到中國海警強制登船 領檢 兩岸緊張情勢升溫 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二十一號 雖然不願意評論這次的事件 但重申支持臺海和平穩定 美國國務院也呼籲各方克制 敦促兩岸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國際關注臺海局勢 共軍是否升高動作 國防部表示沒有觀察到 異常的狀況 而對於金門事件 國軍也強調秉持不主動介入 不升高衝突的原則 但是做好衝突支援的準備 目前我方外離島的兵力並未提升 只是這時候軍事粉專 又記錄到一艘共軍的電子偵察艦 二十號縣宗蘇澳外海 意圖闖入我二十四海里臨街區 並與我海軍基隆級驅逐艦對峙 遭到廣播驅離 國防部也公布 爭獲中共主府戰機共十架次 在臺海周邊活動 其中逾越臺海中線 進入臺灣西南與東部空域的戰機 就有六架次 包括一架次中共直升機 出現在東部外海 國軍運用任務機艦與暗置飛彈 嚴密監控應處 記者 台北報導 黃海集團旗下的金頂公司 上月曾經發生被駭客勒索的事件 而美國FBI等各國十一個執法機構 二十號宣布聯手破獲了 這個全球市佔率最高的勒索 軟體Lockbit 開始出現在四年前 它會招募駭客發動網路攻擊 針對受害者的電腦文件進行加密 然後威脅對方付一筆解鎖費用 否則就要把重要資料放在暗網兜售 全球各行各業至少有一千七百個組織 受害 最知名的案例就是中國工商銀行 美國子公司前年遭到網路攻擊 其他的受害者還包括美國波音公司 英國皇家郵政以及臺灣的金頂公司 英國國家犯罪調查局二十號召開記者會宣布 聯合各國執法組織展開的國際執法行動 克羅諾斯行動 成功導毀過去幾年來 平平朝各國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 發動駭客攻擊的勒索軟體 Lockbit的基礎設施 由美國FBI聯邦調查局 英國國家犯罪調查局等十個國家機構 加上居中協調的歐洲刑警組織 共十一個執法組織決定合作展開代號為克羅諾斯行動的計畫 對Lockbit在各個層面進行破壞 這個勒索軟體開始出現的時間是在二零二零年的一月 犯罪集團採用三重形式進行勒索 除了以資料加密外洩等方式威脅 還有DDoS分散式服務阻斷攻擊 過去幾年來已經成功對全球兩千多個機構企業勒索不法 獲得超過一億兩千萬美金 相當於三十七億八千多萬台幣 包括美國航太企業波英 中國工商銀行 日本民股港 台基電IT硬體供應商秦赫 台灣跨國企業 鴻海旗下的半導體公司 金鼎都曾經是受害者 造成所有受害公司總計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國人信任 這項比 美國將在這個星期五 也就是俄烏戰爭滿兩週年前戲 宣布對俄羅斯的新一波制裁 要求俄國必須為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在獄中死亡的事件負起責任 而在另一方面 去年叛逃到烏克蘭的一名俄國飛行員 最近被發現在西班牙遭到槍殺 全身有多處彈孔 但是目前各方都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 西班牙警方二十號公布 日前在東部沿海城鎮住宅區發現的一具遺體 身份為俄羅斯叛逃飛行員 庫茲米諾夫 遺體由六處彈孔 且遭車輛碾過 警方一開始透過遺體上的證件 推測死者是烏克蘭人 進後續調查才確認庫茲米諾夫的身份 烏克蘭方面也證實這項消息 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庫茲米諾夫去年駕駛軍用直升機叛逃到烏克蘭 目前還不清楚他前往西班牙的原因 另一方面 針對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日前在北極域中促逝 除了歐盟多國召見俄國外交官 美國也敦促 俄國公開確切死因 並預計在二十三號 宣布新一波對俄制裁 要求二方為納瓦尼的死 及兩年來對烏克蘭的戰爭行為負起責任 美國總統拜登更把矛頭指向 俄國總統普廷 稱納瓦尼之死是普廷 和他的暴徒所為 拜登的對手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提名的前總統川普 則稱納瓦尼是勇敢的人 但不應該返回俄羅斯 不過川普卻未如拜登 或其他西方領導人一樣 譴責普亭 歐吾戰爭將在二月二十四號 滿兩週年 美國和盟友自戰爭爆發至今 已對俄國祭出一系列制裁 目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 正持續尋求納瓦尼死亡的真相 公司新聞兩人編譯 接下來帶您看台積電 在日本九州的雄本縣設廠 除了在當地招募員工 也有不少是從臺灣派任 跟隨他們前往的眷屬 多達七百五十人 當地的國際語言學校 已經提早完成了擴建計畫 還特別聘請臺灣籍的教師 協助跟學生和家長溝通 這裡是雄本當地的國際語言學校 不只當地學生在這邊就讀 就連臺灣的孩子也在這邊念書 不過上課方式不是日文 也不是中文 而是全程英文要培養孩子的 國際語言能力 國小一年級教室的英文老師 正在教孩子唱英文歌 如果有日本或臺灣學生聽不懂 其他兩位老師就會以日文 或中文進行解說 但仍有來自臺灣的學生 對語言問題感到困擾 因為運動課的老師不會講英文 所以他只要用日文 那我就聽不懂 從臺灣千萬雄本工作的員工和眷屬 多達七百五十人 臺灣人口在當地持續成長 針對臺灣員工孩子的就學問題 雄本當地的國際語言學校 特地將擴建計畫提前 甚至聘請臺灣籍教師 儘管臺日文化相近仍有差異要面對 一開始最不習慣當然就是 用水龍頭裝水 如果是在教室比較不適應的話 就是 就真的是全程到英文 英英台積電在雄本設廠 今年年底又要再蓋二廠 雄本當地街頭也能看到寫著 隨時募集中 學習臺灣中國語的廣告旗幟 兩位女兒和一位兒子 一位女兒和一位兒子 最難的地方是發音 日本人的姿勢沒有在日本 沒有在日本 所以 即使 長文章 就算是 忘記了 所以 不可能發音 特別的是來學臺灣中文的日本人 除了有上班族還有照護員和助產士 台積电到日本设厂不仅带来当地人口成长 也掀起当地的台湾中文学习潮 记者原此郭俊玲日本熊本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劈税 看看今天新闻猜猜看的题目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日本议场即将在星期六开幕 那么您知道台积电在日本的第二座晶圆场地点选在什么地方吗 一熊本 二福岡 三鹿尔岛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个呢 好了我们再来看亚洲规模最大的新加坡航空展 在星期二正式登场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商务客机 也首度在这个航空展亮相 企图争取国际订单 打破波音和空中巴士 垄断航空市场的局面 南韩的黑鹰特技小组 二十号在新加坡航空展亮相 T50高级焦点机喷出彩色烟雾 更在空中画出南韩国旗上的太极图样 而地主新加坡空军 也派出F15SG战机 与阿帕基直升机 大秀空中特技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 二十号正式在新加坡张仪会展中心 拉开序幕 今年除了新加坡跟南韩外 包括印尼 印度跟澳洲的空军 都进行了多机编队操演 大秀空中技能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型商务客机C919 二十号也飞越航空展上空 进行飞行表演 这也是C919首次在大型国际航空展中亮相 主办的新加坡也相当重视 中国大型商务客机C919 与支线飞机ARJ21 这次都前进新加坡 希望争取国际订单 打破由美国波音 与法国空中巴士 垄断航空市场的局面 在二十号 直接到中国西藏航空的 四十架C919与十架ARJ21的订单 河南民航则下定六架ARJ21 并不算打开国际市场 而波音公司受到 737 MAX9客机 今年一月在阿拉斯加高空 机身舱门脱落事件影响 今年没有派出实体飞机参战 但依旧收到问来航空的订单 至今目前航空运输需求 已几乎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准 但航空业依然面临人力 飞机硬体供应链的许多瓶颈 有待克服 新加坡航空展与法国巴黎航空展 英国法恩堡航空展 并列世界三大航空展 新加坡航空展 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航空盛会 今年估计有来自超过五十国 一千多架航空与国防设备 供应商参展 而美军现役的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二十二号将飞越展场上空 也渴望成为焦点 在我旁边这个是白蚁像迷宫一样的巢穴 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通风系统 瑞典有建筑师正在研究 这种特殊的构造 希望从当中获得灵感 为人类打造节能减碳的绿建筑 放在实验室桌上的这些结构体 是以3D列印制造出来 瑞典隆德大学建筑讲师安德林 正透过实验 寻找更节省资源的建筑结构与工法 而他的灵感来自于 许多人文之色变的白蚁 安德林曾经走访印度 以及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 详细观察各地的白蚁窝建造过程 他把带回瑞典的样本 用电脑断层扫描观察内部结构 基本上地球除了南极之外 几乎都有可能看到白蚁的足迹 不过以热带和雅热带的数量最多 物种多样性也最高 这些地方常见到的白蚁窝 高度从几十公分到几公尺不等 而最让建筑专家感兴趣的 是内部结构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原理 安德林强调 从白蚁窝到可供人类居住使用的建筑 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 毕竟现代建筑除了强调节约能源 还必须顾虑安全性 以及取得建筑材料是否容易 因此这些从白蚁窝得来的灵感 要付诸实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司新闻许长编译 英国在伦敦时装周进行的同时 当地有一场猫咪时尚秀 名副其实的catwalk 让台下几千个猫奴真的是乐坏了 自主抱着爱猫走上伸展台 底下群众惊呼连连 拿起手机就是狂拍 这只免婴猫 是家猫品种当中体型最大的猫 在英国伦敦的爱猫世界时装秀 周末吸引六千多人 来一睹猫咪的多变风采 梅塞福在美国佛罗里达 及英国伦敦成立爱猫世界 综指是推广对猫咪的热爱 他举办的爱猫时尚秀 曾经在日本 加拿大 哥伦比亚 以及美国各个城市举办 猫主人纷纷抱着自家的宝贝 会跟其他爱猫人士交流 这只身上皮毛层次不齐的狼猫 也被叫做狼人猫 有着像狗的个性 比其他家猫对主人还忠诚 另外还有同样罕见的无毛猫或是全身雪白 一出场就吸引全场目光的长毛波斯猫 名副骑士的Catwalk让台下猫奴 眼睛狂貌爱心 公事新闻将文编译 现在我们就请批帅来揭晓 今天新闻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台积电已经宣布在日本新建第二座晶圆厂的地点 跟一场同样位在熊本县的局洋丁 预定今年底动工 2027年底开始营运 答案是一 你答对了吗 日前在金门海域翻覆的中国级快艇 生还的两个渔民回到厦门之后受访 宣称当时是遭到我方海巡人员冲撞 才会发生意外 海巡署昨天也承认双方有发生碰撞 但是因为事发突然 所以没有搜证录影 而在没有影像佐证的情况之下 目前双方是各说各话 中央快艇越界翻覆事件 二十一号一早 冰藏掖者就为两名丧生的中国渔民 举办投析法会 但家属们未现身 表达还没有看到我方全程执法影像 对相验结果有疑虑 两名生还的渔民返回厦门后受访 更指称是被我方海巡冲撞 才导致意外发生 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 要快挤转弯也转弯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 冲一下让我们顶翻掉了 我们就钻到船里面跑出来 四个人接应两个上岸 这两个人也都表示说 对海巡对的执法程序 并没意见 然而在我方训问的五分笔录中 都曾说对执法程序没意见 不过海巡署承认 在追戏过程时 双方船身曾发生碰撞 且新造了CP多功能艇 因为空间狭小 未安装艇外录影设备 海巡同仁也来不及拿出器材搜证 海巡署CP1-5腰艇 未配备全船监视系统 应该骚陆船蛇型巨检逃逸 于CP1-5腰艇船手迂回航行 在高速追逐状态下 船身桌刺接触 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 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 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 由于先前海巡声明 媒体过有碰撞情势 被外界质疑隐匿真相 对此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在脸书发声 曾经海巡说明方式 是基于日常经验 强调没有隐匿的动机 而他自己两天前曾说过 本案受第三人责任前的保障 也就是以证明有碰撞 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21号列席民进党中常会 报告近来惊吓水域 争端因应状况后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达三连态度 要妥善处理 支持海巡坚定执法 也要研议避免未来 类似状况再出现 记得众号报道